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扎叔 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往下讲 上节课我们已经实现了商品的一个列表页 这节课我们来做商品的详情页 OK,打开我们上节课的代码 在我们的商品的列表页最后一个地方 我们加了一个叫详情,点击查看详情 它的路径是这个 访问商品,to detail,把商品的案例传过来 看我们的页面,这样的,在这个地方有个详情 点击详情,跳转到我们的商品的详情页 OK,我们就实现一下这个功能,实现第一步 在我们的kontrol上里面,添加我们这个跳转的方法 叫to detail一个方法 OK,我们实现一下 这是我们的to detail,跳转到商品的详情页 还是同理啊,把user给搞过来 对不对,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个user不很简单啊,这么封装之后 要不然的话,又得写一坨,对不对 所以说呀,前期那些工作并没有白费啊 还是很有用的,对不对 好,有个商品压力,我们把商品压力给传过来 然后呢,把我们的pass variable给搞出来 对不对,过去的我们这个 pass variable,我们的这个商品压力 我们的商品压力 我们的商品压力 对不对 OK,需要说明一下 再讲一个小东西 我们数据库里面的idea 实际项目当中很少 直接用auto increment自成的 为什么呀 因为这样很容易让别人就给你便利了 从1循环到1浪的不大值 去把你所有的库给你便利一便 对不对 那这idea正常来说 应该怎么来弄呢 这我就不站开屁脚了 有些人可能得用UUID了 但是互联网公司里面 如果用UUID会被人笑话 那应该用什么呀 大家提示一下 Fleek 就是Fleek,大概是什么东西 有兴趣的同学 大家可以自己去课下搞一下 或者有时间我也可以讲一下这种东西 给大家讲一下 叫Fleek方法 这是Twitter搞出来的一个东西 化为人业了 不是我们的重点 商品的详细性 首先我们拿到了商品的ID 我们就炒到我们的商品的详细性 对不对 gods service的get by ID有各位可以拿 get一个gods view bygods的ID 查出来是一个gods的web 就叫gods好不好 然后呢 把它给搞到我们的页面上来 传进来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东西啊 我们等一下是秒杀的话 那么就需要知道 秒杀有没有开始 就这样 离我们的开始 还有多长时间 对不对 OK 我们去一个 取一个秒杀的开始时间 取一个秒杀的结束时间 取一个秒杀的结束时间 转化成毫秒吧 这是我们的long 这是我们的start time 开始吧 这个是long 然后呢 还有现在啊 now 我们要知道 当前这个秒杀是什么状态 对不对 如果说 我们这个当前时间啊 是小用门啊 开始时间了 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秒杀还没有开始 对不对 秒杀没开始要干嘛 倒计师嘛 对不对 elf 如果这个当前时间啊 如果这个当前时间啊 已经大余了我们的 秒杀开始时间 怎么了 就是秒杀 也结束啊 下的情况呢 就是秒杀正在进行中 对不对 我们设一个量给他长到渐量去啊 因为我们要跟这个状态 来显示一些文案了 对不对 要做一些处理啊 零对吧 如果说明开始啊 我们的状态叫零吧 好吧 今结束状态叫一 这个叫一吧 这个叫二吧 这个叫一 结束叫二 没开始叫零 哎 为什么会有一个有法套啊 if else 对不对 这样的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还想计算一下 这个还剩多少秒 对不对 如果说没开始的话 还有多少秒开始呀 有没有 second ok 然后这个 如果说还没开始 这很简单 对不对 开始时间 减去一个当前时间 然后呢 我们除以一个一千就ok了 但是毫秒对不对 我们要转化成秒 这俩可能需要常转压 对不对 它是浪类型 我们这里是一个Intel类型 常转压 如果说已经结束了呢 结束了肯定只有RemainThink就是复出了 对不对 没有 停机当中 哎 要知道这个 室内实验也是零了 停机当中了 ok 我们把这两个参数 同样也团到我们的页面上去了 哎 这是固子的 然后里t要里面 这两个参数叫什么呀 叫秒杀的一个 状态 还有一个叫秒杀 还有多少秒开始啊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方法 给完善一下 get by gozrd 的 其实很简单 对吧 无非就是我们的DU 来查一个东西 方便起来 简单起来 就叫这个名 把这个gozrd 给传进来 哎 我们到底写一个方法啊 实际上跟它是一样的 对不对 它是一个列表 好 它是一个商品ID 我们加个条件 where get id 等于 型号 gozrd 因为我们这里是有一个商品的ID的 上一个是查了一个商品的列表 这里我们查一个 这些普及商品 实际上说是一样的啊 卡出来之后呢 DU写好了 我们的service也写好了 这工程就完成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来完成一下我们的页面 页面的话 我们就 复制一下啊 叫什么呢 叫gozrdt啊 看啊 我们这里叫gozrdt了 先复制一下 就叫gozrdt gozrdt gozrdt gozrdt里边啊 改一下名称 商品啊 详情 啊 正常来说 商品详情啊 有一大片的图文介绍 对吧 我们这里面的简单 我们简单 展示一下 表示一下那个意思 不做这么复杂的 简单 展示一下 OK 假如说我们的页面是这样的啊 简单 然后呢 这个title 这里我做了这么一个tip啊 什么意思啊 你说 正常来说 我们如果做秒杀的话 如果进了这个订单 商品的箱情页面 如果说没有登录 我们这里会有一个提示啊 得让用户 提示用户先登录 对不对 你没登录怎么秒杀呀 对不对 那秒杀了之后算谁呢 然后呢 假如说你没有收货地址 我们还要提示你 先去完善收货地址 所以说这口功能啊 这里面做的东西啊 还是有些没完成的啊 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 有他这个逻辑啊 我只是说 有这么一些东西 登录没登录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对不对 哎 提示 地方 什么呢 我们这里有个user 对不对啊 我们这里面是能够拿到我们的 user 把user 已经搞进来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的user equal not 如果是空 我们也提示你啊 还没有登录 如果已经登录了呢 快就不展示了 对不对 这个演示过地址 我们这块就先不演示了 实际上一定要记住啊 还有这么一个东西 往下走 就是我们的一个 详情了 实际展示一下商品的名称 铁车 text 这是seemlyf搞的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们的 哎 我们这个商品的 公司内部 对不对 然后呢 商品呢 图片 有个image src 等什么玩意儿啊 我们之前想过了啊 就是我们那个 图子里边的 图子里边的 图子 image 看一下它是怎么写的 叫这个 图子 image 然后呢 是秒杀的 开始时间 提示 这个需要我们做一个 时间的一个格式化 什么格式化呢 是这样的啊 这个我也记不清啊 是这样的 这东西实际上没必要记 对不对 到时候查一下文章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 到了是大坡活 同一样一样的 然后呢 一个警号 第一次点 关闭它 或者呢 开始时间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格式 时间的格式 评论一下 这里有一个格式 诶 什么来的啊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扭杀的 就说 我们是不是已经 什么状态啊 诶 这个 我们刚好 做了我们一次啊 if 我们呢 steater 我们的状态 如果我们的steater是几啊 如果是看来 steater 如果是零 说明还没开始 对不对 如果是零 说明还没开始 这里就展示一个秒杀 倒计时 对不对 还有多少秒 好 我们就叫抗荡吧 这里啊 我们就先 下一个秒 然后呢 可以玩啊 如果说是1 就是秒杀 进行中啊 如果是2 秒杀 已结束 康浪 如果说是秒杀 斗计时的话 我们实际上 就要做一个 斗济师 这么一个操作了 对不对 假不着假 我们先往下看 下不就是我们一个 如果说是秒杀斗济师 如果秒杀进行当中 我们要做 立即秒杀的一个按钮啊 然后呢 我们这里啊 写了一个phone phone里面什么东西啊 只需要 还一个 商品压力就可以了 我们到时候 会把商品压力 传到我们的服务端 然后呢 我们它做一个秒杀 这是一个phone 里面就一个商品压力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商品呢 原价 提供一次 text 就是我们的商品的原价 good的哪个价格呀 我们看一下 原价什么东西呀 在这里面答 good price 是原价 然后呀 是秒杀价 同理 这是我们的秒杀价 秒杀价什么东西呀 在这里边 就叫秒杀price 然后呢 库存的数量 然后呢 我们这里肯定是说的是 我们的秒杀库存的数量 秒杀库存的数量是哪个呀 就这个 走 ok 这样我们这个页面啊 初步就完成了 我们一会儿啊 再处理那个倒计实施光一下 然后呢 我们先 跑起来看一下 能不能够 很长的运行啊 ok 稍等一下下啊 ok起来了 起来之后啊 我们 看到我们的列表页 然后啊 点击详情 进入商品的详情页 哦 过来看这里 会告诉你 有没有提示啊 没有收购地址一个提示 为什么user没有提示呀 因为我们的user 我们刚才到了登录了 对吧 他能够拿到我们的用户信息 这俩是 看下我们这里有一个秒杀开始时间 是这俩 11月5号 我们现在是11月25号 所以说现在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然后商品的原价 秒杀价 库存数量 这里有一个按钮啊 试试面还没有完成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到这吧 好不好 下一节课 我们继续完善一下 我们倒计时这个功能 还有说 从倒计时如何得转化到这个进行中 对吧 这个东西啊 我们再做一下啊 OK 我们这节课先到这里啊 下一节课接着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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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